却异的闲暇时光 情愫交织的两个女孩 肆意地享受着此刻 只属于彼此的美好瞬间 暧昧温情浪漫 成了她们爱情最美的符号 那是翠花跟那个女孩的第一次见面 独特的见面方式 竟是以一个男孩深情告白的方式 身在一旁的翠花看到了一切 听到了她的拒绝 她的义无反顾 至此翠花的心头 忽然对那个女孩有了浓厚的性质 一份超越友谊的特殊感情 那天翠花悄悄等待在她的 回家必经之路上 第一次开口搭讪 第一次奇妙相见 面对翠花的邀请 女孩悄悄的跟在身后 那天晚上 成了她们之间一次奇妙的旅程 舒适的环境 无人打扰的时光 彼此寒情默默的两人 时间仿佛在此刻散停 翠花欣赏这个女孩 欣赏这个无时无刻都宇宙不同的姑娘 那份深层的爱悄悄发酵 展露马脚 那天翠花悄悄偷走了 这个女孩的MP3 没有恶意 不是盗窃 只是因为她想要了解她 隔天翠花便再次出现在她面前 那份宇宙不同的可爱 成了她们彼此享受的珍贵 那天她悄悄来到翠花身旁 不惧危险 不惧寒冷 就那般静静的来到翠花身边 自此两个女孩心头的那份勇敢 悄悄生根发芽 或许两人之间没有轰轰烈烈的爱情情节 但静静的陪伴 认真的倾听 刹那间仿佛也变得独具魅力 其实翠花此刻已经深深陷了进去